我會建議你啊 如果你在這10周的規劃 可以在前四個禮拜 都先以有氧耐力的慢跑為主 那透過這樣 耐力跑、節奏跑、耐力跑、節奏跑 對於你在全馬的賽事準備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YA!台北馬 這禮拜報名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抽到獎 我們今天這集就來分享一下 台北馬到現在已經倒數10周了 那10周之內 你可以進行什麼樣的訓練呢 我們這集就來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你是參加全馬的跑者 我覺得10周的時間 對你來講可能就 要真的很努力才行啦 那如果你只剩10周 該怎麼規劃 我們就從半馬跑者開始分享吧 那我們就先從半馬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如果你是半馬的跑者 你在前段時間是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你啊 如果你在這10周的規劃 可以在前四個禮拜 都先以有氧耐力的慢跑為主 那慢跑當然還是有一些變化 就是你在一周當中 可以規劃至少是4到5次的訓練 那訓練當中可以安排 輕鬆的慢跑 比較長時間 距離長一點 強度比較低的LSD的客表 那你可以在LSD後面呢 接續一些像是比較快一點點的 輕快的節奏跑 像是馬拉松配速 或是節奏跑的狀態 那透過這樣 耐力跑 節奏跑 耐力跑 節奏跑 透過這樣的客表編排呢 可以在前四周達到一個 輕鬆的維持用耐力的狀態 那對於在後面幾周的客表規劃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狀態 那在四周過後呢 就建議大家可以稍微的加入 間歇訓練來做一個有效的刺激 那間歇訓練大家可以進行三周的時間 那在這三周當中呢 你可以在一個禮拜加入 一到兩次的間歇訓練 來刺激你的最大飾氧量提升 那在這三周的訓練安排呢 就會是以最大飾氧量刺激為主 所以你在一個禮拜的安排啊 除了有LSD 除了有節奏跑 還要加入間歇訓練 再維持中間三周的訓練 那最後三周呢 也就是接近比賽前的前三周啦 那如果倒數這前三周呢 就會建議大家在三周的期間內 可以慢慢的把節奏跑 跟比賽配速跑慢慢增加 那把間歇的這個次數呢 可以稍微調降 那目標呢 是可以維持一個接近比賽的狀態 來應付接下來的台北馬拉松的訓練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在最後三周 可以把你的訓練目標 慢慢從間歇訓練調整為比賽配速 那這樣對於你的伴馬賽斯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分享 如果你是全馬的跑者 然後你在前段時間 是完全沒有準備的狀態 會建議大家 十周訓練準備當中 在前六周都可以 有氧耐力訓練為主 大概要花六周的時間 來打底你的這個有氧耐力 那有氧耐力的部分呢 除了剛剛講的LSD節奏跑之外 也會建議大家 你要在週末啊 加入一個Long Slow Descent 也就是長距離慢跑 那這樣的慢跑呢 對於你在全馬的賽事當中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因為你要跑一場全馬是42公里 那你可能在休息一段時間的情況下 現在要完成20公里 25公里到30公里 可能都會是非常有挑戰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要完成一場全馬 會建議大家在前六周的時間 可以從第一周12公里 第二周可能加到18公里 第三周可以跑到20公里 那慢慢逐漸的累積在週末的這個長距離 對於你在全馬的賽事準備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在前六周的這個優勇耐力打底之後 在接下來四周 就會建議大家可以稍微跑 比較接近比賽的這個配速跑 那這樣的狀態呢 就會可以慢慢的模擬在全馬當中的配速 你可能從原本都是輕鬆的慢跑 12到18K為主 那你可以在接下來調整為 有一點點比賽強度的狀態 那速度稍微提升了 但是距離維持不變 用這樣的狀態來慢慢模擬比賽的感覺 那其實跑全馬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因為你要維持前面30公里到35公里 是一個很無聊的狀態 又要保持每公里都有達標 你的這個目標配速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 所以建議大家 就是你在後面四周 可以慢慢的調整為接近比賽的狀態 讓你身體逐漸適應 準備比賽的感覺 好那我們再來幫大家稍微統整一下剛講的內容吧 如果你是半馬的跑者 建議大家在前四周的部分 會以游泳耐力為主的慢跑為主 那慢跑當中 你可以搭配一些節奏跑 來慢慢提升你的基礎游泳耐力 在5到7周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加入一些間歇訓練 因為半馬的周期當中 前面是以打底為主 接下來5到7周 可以一周裡面加入1到2次的間歇訓練 那可以慢慢堆疊你的最大生涯量提升 對於你的半馬成績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在最後的8到10周 就會建議大家在課表當中 可以把間歇訓練可能減少到1次 但是慢慢的加入一些比賽配速的這個課表 那比賽配速呢 就可以模擬一些你在全馬或半馬賽事當中 會使用到的這些賽事配速 相對比較長距離的 10到15公里的這種模擬比賽配速的這種訓練 那對於你的賽事當中啊 會比較有把握 對於你的配速也會比較有信心 那對於你最後在台邊馬的賽事 也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接下來就輪到全馬跑者的部分 如果你是報名全馬的賽事 但你在最近以來都沒有好好的規律訓練 那會建議你在前面6週的時間 都以優勇耐力打底為基礎準備 因為這樣對於你在賽事的準備上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在前6週可以練一些什麼課表呢 那主要你可以練優勇耐力的LSD 還有一些比較接近乳酸玉子的這樣的節奏跑 用這兩種的課表呢 慢慢堆疊你的優勇耐力 那對於你在全馬賽事的準備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接下來在7到10週的部分 就是倒數4週 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優勇耐力的配速 慢慢提升到接近比賽的這個強度 那對於你在最後賽事上的準備 會比較接近比賽的感覺 那對於你的全馬成績 也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那如果全馬跑者 你已經有準備一段時間 但是在最後10週不知道怎麼開始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參考半馬跑者的 這種週期的規劃 當然在中間的這個里程數呢 你是可以做得比半馬跑者還來著更多的 那這樣的賽事準備 會對於你的全馬賽事安排也會比較有幫助喔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在台北馬 倒數前10週給大家的一些 簡單規劃跟建議啦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準備你的賽事的話 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做一個比較完整性的週期化規劃 對於你在年底的賽事上 比較不會跑得喘吁吁 而且成績又 看了覺得 啊 早知道有多練一點 沒有早知道 從現在就要開始準備囉 那如果你想要開始訓練 但不知道該怎麼準備的話 我們最近DHRC也開啟了一系列的跑步課程 你可以點選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到DHRC的官方粉絲專頁 就可以了解更多 關於台北馬賽前的準備訓練囉 我是你的家園的梁德爾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也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